回到我們這裡了 沒錯 而且馬上開燈 人性在哪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化妝間 你不說 我以為是新娘化妝間 你知道嗎 我看到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神 你不能走 就是說你 玲玲姐 玲玲姐 拜託你 Oh my god 我以為背後很厲害 轉過來嚇死了 這背後比較好看對不對 沒有 都漂亮 前後都漂亮 我們現在只拍了比較好看一點 來 玲玲姐 來跟我們的幕後之階的觀眾朋友 大聲招呼 嗨 大家 下午好 我不知道看你哪裡走旁邊 你是看我臉比較好啦 很漂亮耶 今天 謝謝 感覺有沒有惡度當新娘的感覺 有耶 有喔 對對對 有 真的有 那你先生知道你今天 會穿這套禮服嗎 暫時還不知道 你認真 認真 他會吃醋嗎 他應該不會 其實我給他過幕後 我跟你講這件我肯定不會穿 所以我就穿了這件 我剛才說肯定不會穿的 先騙了他 最後選了這一套 沒有 其實本來是選另外一套的 然後結果最終決定就是選這一套 我覺得這一套非常的漂亮 你URO滑粹 而且身材保養得越來越好了耶 謝謝 去年我以為已經很厲害了 今年更厲害 是 我真的是 你不要亂摸 你懂嗎 我們一起做一個動作 一二 那為什麼你會選擇這一件 這一件其實 你說它簡單 它其實蠻簡單的 它穿起來很容易 你說它不簡單 真的 它也是不簡單 然後因為它不是衝托一些該衝托的地方 所以我為什麼會選 就是因為長期以來 30多年 穿那邊穿過這樣子的 然後是一大突破 我覺得應該算 是我自己人生的第一大突破 是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玲玲姐 我們這裡也是有個任務在身 是 我們必須尋找那個鞋跟最高的 但是 姐 對 因為我們呢 有一個 這個比賽 我們只有三個名兒 對嗎 對 那我印象中 玲玲姐就已經是很高 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不應該要浪費這個機會 在你的鞋跟上 對 不要 因為其實我的鞋跟 今天也不是很高 那我本身 對 因為她本身就很高 對 而且我穿太高 我怕走不動 所以我今天的鞋跟不是很高 舒服 但是可以走得很漂亮 優雅的 跟白天兒一樣 是的 那你一定要告訴我們說 你先生看到你這套禮服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表情 應該會很驚訝吧 可以拍個短片嗎 對 可以拍個短視頻嗎 就是她看到的那一眼 WOW 記錄一下 人生的最大突破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時間 交回給主台 嗯